中文字幕 李宗盛 人們經常說,衣著能夠反映性格 其實家居的裝修同樣能夠反映護主的性格 正如今次的護主是一對年輕的夫婦 家居就顯得非常活潑、有活力 今次的護主最大的要求就是開放式廚房 將廚房的空間延伸至大廳 令到原本空間不大的大廳增強了它的空間感 而吧桌亦都順理成章成為了餐桌 避免放置餐桌佔領了空間已經不大的大廳空間 而客廳白色的特色牆,看下去像磚牆 加上醒目的紅色梳化和眼色地磚,感覺非常年輕 而客廳和吧桌上造型特別的吊燈 令到整個空間都更加有活力 主人房的顏色配搭同樣非常之有活力 綠色的牆身,走紅色的床頭,橙色的窗簾和黑色地堂 用色非常之大膽 而地桌的設計亦都為單位增加了它的收納機能 而另外部份的衣物和雜物亦都可以放置在衣帽間 而衣帽間是以一個黑色的面燙門的大衣櫃為主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